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价值匹配 总有一些女孩子边干边心存幻想 希望有一天有一个像她这么帅的霸道总裁 把她娶回家宠着她爱着她 一无所有还爱她 我告诉你洗洗睡梦里啥都有 你在一楼就会遇到一楼那一群龟孙子 在三楼就会遇到三楼的熊孩子 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都是渣渣小混混 其实说句难听话 你也在那个段位 想要找得好只有一个点 先往高处飞 因为当你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百万的时候 你对世界的态度 对男人的态度 对一件事情的包容程度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你遇到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先谋生再谋爱 朝为芙蓉花 暮为断根草 以色来世人能得几十好 所有的女人靠天靠地都不如靠自己 一个女孩子两手空空 二十八岁就有男人显她老了 不愿意娶回家 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有事业 有工作 三十三岁照样可以她来挑 甚至她四十岁还可以找到非常好的男生 她跟这个小鲜肉说 没事姐会对你负责任的 没有能量 没有本领的女孩子 总是希望男人对她负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 就是管你吃管你住 解决你的后护之忧呗 有一点水平的女人 她就说我也可以对你负责任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 靠天靠地都不如靠自己